来源事件 放眼全中国 少有商界大佬像史玉柱一样 行走在争议和传奇的两个极端之间 从巨人汉卡到巨人大厦 从脑白金到征途 巨人网络创始人史玉柱曾在五年时间里 机身财富榜第八位置 他也曾在一夜之间负债2.5亿元 因为没钱买装备差点死在了珠穆朗玛峰上 他成功和失败的路径 被人们用市场、商业、道德的尺度反复丈量 史玉柱的一举一动 也因此格外的引人注目 即便是今天也不例外 眼下挑动大众神经的 是史玉柱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 10月7日和8日 史玉柱北海鸿泰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标的约为17.65亿元的新闻 连续两天登上热搜榜 这并非史玉柱第一次被债务困扰 交了一百多个男性朋友 损失好多钱 一切皆源于史玉柱的交友不慎 今年2月 史玉柱在内部会上坦言 自己退休那些年 不务正业 交了一百多个男性朋友 经常给人借钱 帮朋友做担保 我在酒桌上一喝 好 给这个人借钱 给那个人担保 给朋友做担保的史玉柱 引火烧身了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如此评论 10月7日 天眼查显示 近日 巨人网络创始人史玉柱 北海鸿泰投资有限公司 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 执行标的17.6亿余元 执行法院为北京金融法院 世界查询该案民事判决书显示 史玉柱被强制执行的主要原因是 其为北海鸿泰投资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范围包括投资本金 投资收益 违约金等 史玉柱被执行的标的 不可谓不大 这其中包括 本金9.9亿余元 利息1亿余元 及相应违约金 实际上 这并非史玉柱 首次陷入财务纠纷当中 今年9月21日 注册资本1.17亿元的巨人投资集团 也新增一则股权冻结信息 史玉柱的股权遭到冻结 金额达到1.14亿元 彼时 巨人网络相关发言人 曾发微博解释称 1.14亿元人民币股权冻结 是老史帮朋友担保引起的事 会妥善处理 史玉柱10月7日 被外界曝出 再呈被执行人一事后 巨人网络仍然是相同的回应 今天外界关注的强制执行 是老史个人层面 担保引起的 与上市公司无关 它会妥善处理 不会对上市公司造成影响 对于后续怎么妥善处理 以及担保的朋友是谁 这两个问题 巨人网络相关人士 回复世界称 先了解看看 如果有可以答复的再同步 史玉柱到底是不是 如自家人所说 热衷于帮朋友担保 这从去年史玉柱 与泛海创始人 卢志强的 泛海系公司对簿公堂中 可以窥之一二 史玉柱是巨人投资集团的 控股股东 2021年至2022年6月 就与民生信托的 质押合同纠纷一案 巨人投资集团 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判定 民生信托 应按照合同约定 将巨人投资集团 曾向其质押的 上海建特生命科技 20%股权解除质押 巨人投资集团 不服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据时代周报报道称 卢志强旗下的 范海系公司 民生信托 与史玉柱的巨人投资集团 产生股权质押解除的 根本原因 视史玉柱为小燕子 黄有龙相关企业担保 进而导致史玉柱对民生信托欠债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史玉柱曾在2017年 为广州风火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正是黄有龙 风火轮公司与民生信托签订了一份信托合同 史玉柱作为保证人 为其履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然而 风火轮公司因违约未能按时还款 导致民生信托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史玉柱承担保证责任 于是史玉柱的股权就被冻结了 在外界眼里 史玉柱与小燕子是好友 2013年 史玉柱微博称 他准备去他在法国波尔多的酒庄偷葡萄吃 随后 史玉柱也买下一座波尔多酒庄 如今 成为被执行人的史玉柱 不能再高消费了 不仅如此 史玉柱原本就备受争议的口碑 也因这些财务纠纷雪上加霜 除了今年9月这一次外 2021年8月25日和2021年12月23日 史玉柱所持巨人投资集团的股权 还先后两次被冻结过 数额均为1.14亿元 史玉柱的股权第一次被冻结时 冻结期限是自2021年8月25日 至2024年8月23日 这也就意味着 截至目前 史玉柱还未到股权解冻期 股权冻结是法院限制股权所有者提取 或转移自己股权的一种强制措施 目的是防止股权不当流失 针对史玉柱为朋友担保 导致股权被冻结事宜 巨人网络多次回应称 此担保为史总史玉柱个人所做 与巨人网络黄金搭档等巨人投资集团旗下公司都无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点连锁反应都没有 这其中的逻辑在于 巨人投资集团是史玉柱非常关键的一个对外投资平台 很多几千万甚至几亿的投资都是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的 巨人投资集团也是史玉柱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巨人网络的重要平台 少交朋友多玩游戏 走到今天这一步跟史玉柱的过往经历不无关系 他的成功一路上离不开朋友的帮助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史玉柱1997年的那次破产 那时他在珠海盖巨人大厦 导致巨人投资集团巨头资金链断裂 很多朋友都想着怎么帮他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瑜曾向媒体回忆到 时任中民协秘书长的华一方亲自找到当时还在职的他 探讨怎么拯救史玉柱 华一方还到处找关系 想办法 四通控股创始人段永基也帮了史玉柱一把 他支持史玉柱从老白金中获得牺牲 2004年1月 四通控股更是花12亿元买下老白金 并给了史玉柱20%多的四通控股的股权 后来东山再起的史玉柱也为四通控股 从IT电子转型为保健品企业 不遗余力的提供帮助 他曾表示出任四通CEO年薪只收一元 功名成就的史玉柱交友广泛 或许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 他不吝财富 频频往外借钱 自2007年退居二线后 因为借钱给人和给人担保 十几年损失了好多钱 史玉柱吐槽自己 2022年的新年史玉柱还发了条规博 称祝大家新一年里开开心心 不给朋友做担保 彼时的史玉柱依然是隐身幕后 直到2022年8月 他突然回到一线 据史玉柱说 是巨人网络CEO刘伟 看他在外面造成损失 建议他多玩游戏 少交朋友 于是史玉柱就回来玩游戏了 不过在外界看来 史玉柱回来的时间节点有些微妙 就在史玉柱在出山的两个月前 时任巨人网络CEO吴蒙宣告离去 巨人网络陷入无人掌舵的局面 其实在史玉柱回归之前的很多年里 巨人网络的经营已是每况愈下 2019年到2022年 这家公司的营业收入 分别为25.7亿元 22.17亿元 21.24亿元 20.38亿元 同比下降31.96% 13.77% 4.20% 4.07% 迅速回归一线的史玉柱 试图为巨人网络重新找准方向 他最为看重的是游戏板块 这个曾令他风光无限的视野 史玉柱在2006年带着10个人的团队 研发出了网游征途 开创免费体验和道具收费模式 这也成为后面10年巨人网络的王牌 但到2015年征途已进入衰退期 每季充值流水 从2012年第一季度的2.18亿元 萎缩至2015年第三季度的1.36亿元 在夜游和端游时围 手游成为用户聚集地的趋势日益明显后 巨人网络尽管在这些年里 也开发出了一些新游戏 比如2015年面世的手游 求求大作战 但这些作品并没有一款 能够比拟曾经的征途 这一次重新归来的史玉柱 带来的是原始征途 这是征途系列新作 摆脱征途依赖症 一直是史玉柱的新病 据于巨人网络透露 亲自带队研发的史玉柱 花了半年时间给团队 提了400多条修改意见 经过4到5个月的修改后 手游原始征途于2023年3月上线 黄金降酒也是史玉柱除游戏外 第二看重的事业 巨人投资集团是在2020年 趁着白酒行业的风口 推出黄金降酒的 有金元宝 金满堂系列等产品 史玉柱对黄金降酒的 第一个五年规划是 五年 五十亿 销售额 上市 2022年6月 黄金降酒宣布 携手征途 IP正式启动 跨界合作 通过整合双方板块的优势 与资源 助力黄金降酒发展 史玉柱想将这两个 距离很远的产品打通 巨人网络曾透露了一种 两者互相结合的玩法 在线上 玩家可以在游戏内做任务 完成后奖励道具黄金降酒 同时游戏中获得的奖券 也能在线下兑换黄金降酒是银 目前来看 这套结合能否让玩家们买账 还要等时间检验 由史玉柱重新操刀的新品 原始征途 并没有让他和他的团队失望 史玉柱亲自担任游戏监制 给足了产品预算并在各大渠道大规模投放 结果该游戏首月流水突破三个亿 原始征途的上限 也让巨人网络2023年第二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9.36亿元 同比增长93.58% 环比增长84.41% 重新出筛一年多的史玉柱 的确给巨人网络带来了一些惊喜 但将视线放长远来看 原始征途如何吸引更多的玩家是摆在史玉柱面前的新难题 我们不能未来只是靠现在40多岁 以前20多岁的那批玩家 一定要让新生代能进来 逐渐他们能成为我们以后这个游戏里面的主力军 史玉柱曾在公开场合承认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不跨过新难题这道门槛 巨人网络凭借原始征途带来的业绩回春 可能并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少有一个游戏能够做到业绩长红 后院起火 万物有周期 游戏也不例外 球球现在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球球了 王力在社交平台吐槽道 他口中所说的球球 指的是巨人网络2016年推出的手游球球大作战 这是一款注重游戏内社交的游戏 这个游戏刚出来时 王力就入坑了 算是陪伴他整个青松岁月 虽说原来的技术没现在这么花 只会那些简单的合球 但快乐是真快乐 王力说 当时的道具赛也很好玩 与队友一起玩卖 抢道具 卡道具 也就是在王力这样玩家的青睐下 球球大作战在2018年 成为巨人网络的又一爆款游戏 这个游戏的玩家人数 甚至一度超过王者荣耀 但渐渐的 王力不玩这个游戏了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或许是他从满了社交冒险游戏光域 开放世界冒险游戏原神之后 也或许是他发现 球球大作战 有了各种槽点之后 为了赚钱而赚钱 各种课金制度层出不穷 不优化机制 环境 改善游戏体系 一味出一些花里胡哨的皮肤 游戏里各种挂满天飞 加速器 电脑修改器 连点器等等 官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还默许其他知名主播开挂来拉高知名度 我只能说 巨人网络亲手毁了这个原来风光无限的游戏 王力对球球大作战的失望之情 溢于言表 冯兴球球大作战上的账号 则是被人不知道用什么方式登上了 这个人将冯兴的所有礼物全部清空了 所有的游戏道具 诸如摘星卡 超能糖果 金蘑菇等 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 都被毁光 或者换成礼物 送给自己的账号 愤怒的冯兴 找球球大作战的客服 对方却对他爱答不理 偶尔回我一句 也是牛头不对马嘴 根本没有为玩家解决问题的心思和态度 一气之下 冯兴卸载了球球大作战 也正是在这样悄然改变的环境里 这个入世了七年之久的手游 并没有像另一报款征途一样 为巨人网络贡献出大量的流水 这么多年以来 巨人网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还是征途这款IP 比如2021年征途的营业收入 就占到巨人网络总收入的80% 尽管2023年半年报 并没有提到球球大作战的营业收入 但点点数据显示 今年8月份球球大作战国内 iOS苹果系统渠道的预估流水 仅仅过了千万元 究其原因 2021年中 时任巨人网络CEO 同时也是球球大作战制作人的吴蒙曾直言 公司内部最大的问题在于 史玉柱退休不做产品后 整个公司没人会做产品 也没人可以承担起 老板带队做产品的职责 看到问题的吴蒙 在刚刚上任的头两年就曾大刀阔斧的改革 调整组织架构 建立赛道制 在巨人网络内部成立了业委会 与此同时 他还建立了技术中台 确立了大中台 小项目的管理架构 不过 直到吴蒙2022年6月离开公司 这种调整一直收小甚微 巨人网络并未打造出超越征途的爆款游戏 球球大作战不叫做 军事游戏光荣使命高开低走 新游戏龙与世界边缘有待验证 石渔柱重回一线之后 在他的主导下 巨人网络的游戏业务 才看起来有了点起色 石渔柱立主推出的原始征途 今年上半年 为巨人网络贡献了逾十亿元的流水 原始征途用一句千人同庭 万人国战 找回当年征途的感觉的广告词 用比2018年公测的征途2 还复古的画面和玩法 用征途IP经典主题曲 吸引了许多30至50岁男性玩家 这类人群年轻时玩过传奇的游戏 且具有高付费能力 对游戏的要求是爽快热闹 但对年轻一代而言 原始征途并不是他们的战场 有一天 很无聊的九五后任风 在上午10点开了新区 陆续冲了6元 30元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战斗力还不错 到了半夜 心烦睡不着的任风 又打开了原始征途 他发现这时候 原始征途更新了充值活动 任风非常想要一个可爱的座奇 36元花完了 也没抽到 任风打算继续充值时 他突然反应过来了 这个游戏不合适我这个穷人 他们大号动辄充值上万元 甚至几百万元 而我连10万元存款都没有 我不应该跟他们同处一个世界 最终任风选择逃离原始征途 2002年3月14日 长篇报道脑白金真相的作者杨海鹏 对脑白金中退黑素的功用 提出了学术质疑 在文章的最后 杨海鹏写道 脑白金和史玉柱的面孔 就在我们面前 他们越来越模糊 我们找不到恰当的词汇 形容他们 时至今日 股权被冻结的史玉柱 重回一线的史玉柱 为朋友担保的史玉柱 又推出新品游戏的史玉柱 想拿更多年轻人入局的史玉柱 多张面孔交错在一起 哪个才是真正的史玉柱 那种模糊的感觉又回来了 文中任风 冯兴 王立为化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